今天我们来看看这个季州导弹,季州导战 把这个念起来容易念成导弹啊 季州导战,15万美金报名的比赛 四四奥林碰见彪哥的KK 彪哥在请好家二位 如果这个时候拿到KK 心里想的是 我后边能不能再圈点人进来 毕竟你的牌升率高 你还是希望能进来的人越多越好啊 但是也别太多是吧 再能进来一两个人都是能接受的 太多就看你贪不贪了 反正要是我 我拿到KK多少人进来都行 反正我的升率是最高的 都是高手是吧 你要不趁升率高的时候多赢 什么时候赢啊 要是现金局我就不希望进来太多的人 三个人我觉得还不错 因为现金局可以 总会有更多的好的机会啊 因为现金局不长忙嘛 他这玩意儿都长忙啊 看翻牌啊 翻牌 三条K 4-4 千分之一的升率吗 你在逗我 死牌了 得找炸弹 这也太难了吧 但我好像真看见这种牌 你知道吧 就是4-4 这种牌找炸弹 他真找到了 我印象中好像看过类似的这样的 好帅 这个中国牌手 许 许亮 许亮 这个打扮好帅啊 有点酷的那种感觉啊 很酷的那种感觉啊 也是QQ 碰见A勾 这个牌从一半开始的 因为精彩牌局桌比较多 他窃不过来啊 许亮也是在赢 这都什么情况呀 王哥又拿到KK 专门拿超队吗 差个AA啊 两手KK 一手QQ 这牌咱们可以从头看是吧 有好多华人牌手 这是第二的比赛啊 第二的比赛 还剩下这么多 就是华人牌手吧 是吧 咱们整体上 尻是吧 石钩尻进去 没有必要 不是他有必要三败他吗 咱们来看看翻牌 好 这个牌帮助了石钩啊 这是KK最担心的牌 这里边打过都行啊 我看看打过好 过一箱好一点 哦 打一下也行吧 打也行啊 因为我觉得你打吧 别人尻 你也不是特别好判断 他有没有ace啊 反正先打一个试探助也行啊 试探一下对方的牌力啊 直接探掉了 标哥的55 对阵A7同色 A7同色这里边也是稳稳的尻一手 咱们来看看翻牌 标哥最近的成绩还不错啊 翻牌 这一种牌嘛 两个人看着都有点蛋疼的翻牌 A7击中7一对 但这个GoK还是非常接近于 就是翻牌前Race的人的范围的 还有两张红头 这面挺吓人的 55要偷可能能偷下来 这里边可以试探性的偷击啊 试探性我们主要是 试探一下对方的牌力 其实这里边还是 也是打过都行 但我觉得这块就是偏打 偏打一下啊 掌握主动性是吧 你要过牌转牌别人的领打 他们跟我的操作都是相反的 转牌发出五三条五 标哥击中三条五 因为我觉得转牌 如果别人领打了 你就不太好受了 就是怎么能掌握主动性 先掌握主动性 上手牌那手牌是 我觉得一下注 你也分不清对方靠你 你也分不清有没有A 你过一枪 对方转牌打 你还可以尻啊 没有什么价值 这手牌价值不多 三条五这里边它很难过 这里边有很多买牌 不管是五七接近忙住的范围 还有狗K也有可能忙住玩 和他相关的范围 这里边很难过的 你知道吧 这里边你会怕 你想保护三条五 就是主要是打价值 玩你也怕三条五 被一些买花买顺反超 A7这里边不知道会不会扛一枪 这条街很难说 A7的局面现在就是 就是他怎么都会被动 你知道他现在是被动的局面 因为他比如尻 他要面对合牌再打 合牌标哥再打的话 其实他大概率还是要弃牌啊 哦 这张K发出来不太一样了 这张K对标哥非常的有利啊 因为降低了有K的概率 这样的A7合牌还是可能尻一枪 其实很多牌 合牌标哥再打 A7都很难去尻 这样的打 其实在A的眼里 就是主要判断 标哥有没有一对勾啊 这张K发出来 其实A7看着舒服了不少 标哥这里边如果能下一个重拙 范围极端化 A7没有那么好跑 可以扮演花顺双抽失败 转头机 讲这样的故事 下个11万 怎么样标哥 标哥这个牌太大了 3.5的虎路 而且对方是K钩的整体型还是小一些的 因为毕竟他是盲柱位 小盲位 标哥 标哥脖子上这戴的神帽啊 这是不是个平起的 喝酒什么的 拿这个啪一起 起来到时就喝了 是不是中规中矩的猪 看看啊 哦 跟我想法一样 我刚才想10万 我觉得10万有点 11万刚才有艺术性吧 标哥有实力的 大体方向是 就是和我一样 你知道吧 肯定是有实力的 不太好扳的A7 不知道能不能跑掉 反正这种牌没有那么好跑 一张钩你知道吧 下这样的柱 就是显得太冒失了 然后一张钩一般 他不会这么下柱 钩会下个中规中矩的柱 比如什么半尺左右啊 这样的柱啊 因为你一张钩下这种柱 你不怕碰见K吗 什么一张钩 他就是 这个牌钩就是不合理的 这手牌就是 咱们上帝是要看见的这样 标哥击中了 非常隐蔽的三条五 然后这个隐蔽的三条五 要气掉了 还是能放掉 还是能放掉 隐蔽的三条五 他不太好猜啊 其实对方这手牌 他还是相信 标哥有K了 标哥确实很像有K啊 他还是觉得 标哥是有K 三条五 你几乎很难猜到啊 这手牌 这手牌 Tradivik 枪口位 拿对六起的瑞斯 这手牌 Tradivik 打的还是 比较的激进的 被后边的HJ 为三败他吗 我信Tradivik 谭轩现在看样子 是打牌 打的有点无聊 比赛就是这样啊 你很容易 很长时间 你没什么牌 你只能在旁边坐着 这种小队子 没位置 被三败他了 很难打 尤其这种比赛啊 你枪口位进来 被三败他 几乎就是 这种的对六 你翻牌 如果击不中六 这个底持 你几乎就拿不下 Tradivik 还是进去拼一枪 结果Tradivik 真的击中了三条六 三花面 Tradivik过牌 这张A非常接近于 三败他人的范围 是吧 A狗确实击中了A 什么柱码呢 三万 很轻的试探柱啊 他这个很轻的下柱 给了一个Tradivik 这里边很好的 瑞斯他的机会啊 这里边扮演 花顺双抽这样的牌 半头机啊 Tradivik的瑞斯可以 Tradivik这里边 做了一个瑞斯 瑞斯到七万五千 这时候 我们是A狗的一个人啊 我们其实这时候打牌 我们要 还是要警觉 你知道吧 因为这张A非常接近于 我们起三败的人的范围 在我们强范围的 就是这个和我们是强相关性 非常强的相关性 然后别人这个时候 反过来打我们 其实这种情况 我们非常要非常小心啊 对方还有可能中大牌 就像Tradivik和这种大牌 要不他也是非常强的买牌啊 有这个三败是吧 这个A狗 Nikita 他三败的枪口味 发出Ace 什么 这让Ace非常接近于 他的范围的 反正这个时候 Tradivik一门打他 这种情况下一般 在我们的强范围 我们也有主动性的情况下 别人一门一直打我 打我们你知道吧 这种情况下 我们一定得非常的小心 这老哥们儿 八万五千吗 二十八万五千 这一个为何 胆子也大了 我说实在的 那个底池 三花面啊 他没有花 这株下这么轻啊 要是我不敢那么下 我得下的重一点 我怎么不立位置 我也得下个半尺 你知道吗 因为这个底池 我现在直接能拿下来 就挺不错的 关键是这个 哦 他想打光啊 哦 他后手筹码 后手筹码不太多了 他想 all in的话 是吧 显得牌 他没法半尺啊 他就想这手牌 我无论如何 我的目的是和你打光 他筹码量的原因 我没太看筹码量 就是他这手牌的目的是和你打光 他就是想 我怎么用更好的操作这个筹码 来打光 其实我觉得all in也挺好的 他有眼花顺双手 吓唬你啊 可能其实这手牌all in 更好打到价值 更像投机啊 他这么的 有点太像价值下注了 对方跑了 还有我前面说那点 在咱们 在咱们打牌的时候 在我们的强范围里边 别人突然进攻我们 这种情况 一定要背假小心 咱们打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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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打探索